而在疫情趋缓之际,捷岸乡原民文件站陆续重启 乡长游淑珍也前往探视部落长辈们 并且制证了智能体温、酒精、喷雾机还有医疗口罩 丁宁防疫规范还有口罩也要经常贷款 以保障老大人们在上课学习交友连衣时养生健康 疫情趋缓降级不解封 捷岸乡英法族文化健康站也在逐步整备之下陆续重启 乡长游淑珍特别前往探视好久不见的长辈们 也制证了智能体温、酒精、喷雾机还有医疗口罩 丁宁老人家要持续做好防疫工作不要松懈 怀念我们的营巴长辈、健康站的长辈跟我们文件站的 相信他们也非常期待在我们的疫情烧减之后 我们开战了但是开战了我们还是要坚守防疫原则 所以今天特别送来我们的体感的温度机跟消毒 酒精一起共构的这样的仪器希望能够保障我们每一个文件站跟健康站的长辈 在上课学习交朋友的同时能够每一个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因为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治保 我们的长辈健康才能带来一家和气跟我们家庭的圆满 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从我们的长辈开始来守护整个家庭的建构 跟安全的防护在吉安 吉安乡八个文化健康站在省省评估之下 目前陆续开放了宜昌、仁安还有纳豆兰文件站 他们的工作人员和长辈的疫苗施打率都达到八成以上 另外也严守防疫措施落实酒精消毒 量测体温还有食联制登陆 并且采取分流到站不用餐控制人数在50个人以下 采距离规范来分作 其他还没有开放的据点 也维持送餐、访饰和加强连续辅导的服务工作 谢谢陆会,吉安乡报道